棋界传棋在线,老将经验绝技,年轻挑战者面临考验,在今天这场令人瞩目的中国象棋对决中,我们见证了一位资深老将的巅峰表现,他用他的精湛棋艺和深邃智慧,成功挑战了充满活力的年轻棋手。 这不仅是一场象棋的较量,更是一场世代交替的见证。开局阶段,老将展现出了他的深厚布局,他的每一部棋都透露出丰富的经验和对棋局深刻的理解。 对面的年轻棋手虽然充满活力和创新,但在老将稳重而精准的策略面前,似乎略显青涩。 终局阶段,两位棋手的对决达到了高潮,老将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布局优势,一部精心设计的炮后车让整个局势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年轻棋手虽然努力调整战术,试图找到破解的方法,但老将的每一步都显得那么精确无误。 随着比赛进入尾声,老将的经验和沉着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他不仅巧妙地利用了局势,还展现了卓越的计算能力和前瞻性。 年轻棋手虽然斗智昂扬,但在老将层层设防的棋局中逐渐陷入困境。 这场比赛不仅是一次智慧的较量,更是一次心里的角逐。 老将凭借其非凡的耐心和深思熟虑的举棋,完美地展示了中国象棋的精髓。 他的每一步都像是在讲述着象棋这项古老艺术的故事,每一次交锋都凝聚了他多年来对这项游戏的热爱和理解。 年轻棋手的挑战虽然未能成功,但他在比赛中的表现也极为出色。 他的创新思路和勇敢尝试,预示着中国象棋新一代的力量正在崛起。 这场对决,不仅是一次年轻与惊艳的碰撞,更是对传统与创新的思考。 随着最后一步棋的落下,老将获得了胜利。 观众为这场精彩绝伦的比赛报以热烈的掌声。 老将的胜利不仅是对他个人记忆的认可,更是对他多年来对中国象棋的贡献的肯定。 此次比赛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更深刻地体现了中国象棋作为一项文化遗产的价值。 它传承着历史,融合了哲学、艺术和科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象棋不仅仅是一盘棋,它是智慧的对异,是策略的较量,更是文化的传承。 今天,我们见证了一场历史性的对决,也见。 正了中国象棋深厚文化底蕴的传承和发展。 老将的胜利,是对他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最好回报。 他不仅在棋盘上展示了超凡的记忆,更在心理和策略上给予了年轻棋手宝贵的教训。 比赛虽然结束,但他所留下的不仅仅是胜负的记忆。 对于年轻棋手而言,这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是他成长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 对于老将,这不仅是职业生涯中的又一次辉煌,更是他对中国象棋传统的坚守和对新时代的引领。 这场对决也反映出中国象棋世界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无论是老将的经验和智慧,还是年轻棋手的活力和创新,都是这项古老游戏不断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因素。 他们的对异,不仅是个人记忆的展示,更是对中国象棋文化的贡献。 回顾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发现无数值得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每一步棋都蕴含着深邃的智慧,每一个转折都反映出棋手深入骨髓的策略思考。 这不仅仅是一场游戏,它是一次智力的角逐,是一场文化的盛宴。 在未来,中国象棋仍将继续其千年的旅程,不断吸引着更多人的参与和关注。 无论是老一辈的棋手,还是新生代的挑战者,他们都将在这个舞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共同书写中国象棋的新天章。 今天,我们不仅见证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更见证了中国象棋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在这里,每一个棋子的落下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每一场比赛的举行都是对传统的致敬和对未来的期待。 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象棋的明天,期待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启迪和文化享受。 在象棋的世界里,每一个棋手都是故事的主角,每一盘棋都是历史的见证。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故事在这个舞台上上演,期待着象棋文化的不断繁荣和发展。 因此,中间中间的元作棋客刻的主材那是新养不同的连承, 每一个带给我们的产器深里ùng剧场的带给我们ban数体化。 请 verde 少许 nå掌重的话鬼这个地方是由此, 还记得可行的权和ARE 常可能参谋着明运用。 加上棋米虾小花和画面的朋友中间位充弁 categories。 湘群 湘群 相军 相军 逆风翻盘 吕钦神奇一役 巧妙破解王天一棋局 在中国象棋的辉煌舞台上 一场掩人注目的对决 吸引了无数棋迷的目光 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棋局比赛 而是智慧与策略的较量 是对象棋艺术的深刻探索 在这场激烈的对决中 两位棋界巨拨 吕钦和王天一 展开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智力角逐 比赛一时 王天一凭借其身不可测的棋艺和锐利的开局 迅速占据了场上的主导地位 他的每一步棋 似乎都在向对手发出挑战 其攻势凌厉 步步紧低 给人一种压倒性的优势感 场下的棋迷们都为王天一的超凡表现而惊叹 似乎胜利的天庭已经倾向于他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吕钦将被迅速击败之时 出乎意料的转变发生了 面对如潮的攻势 吕钦并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展现出了他非凡的奇异 和深沉的心理素质 他在防守中寻找机会 耐心的构筑起自己的防线 他的每一步棋都显得那么沉着冷静 充满智慧 随着对局的深入 吕钦开始逐渐展露出他独有的棋风 他不仅在防守中稳固自己的阵地 更在适当的时机发起反击 他不仅在防守中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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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将军 将军 草 军 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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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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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的所有人都屏息一待 吕钦以一系列 精妙绝伦的走法 巧妙 破解了王天一的攻势 他不仅化解了对手的连环计 更是以依着决定性的好极 彻底扭转了局面 这一拙棋 不仅让在场的棋迷惊叹连连 也让整个棋局走向了一个完全出乎所有人预料的结局 最终 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 吕钦凭借其身后的棋艺和卓越的应变能力 成功战胜了王天一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吕钦棋艺的极大肯定 更是对中国象棋竞技精神的完美展现 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 在象棋的世界里 唯有不断的思考和创新 才能走向最终的胜利 这场比赛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棋盘之外 他不仅展示了中国象棋的魅力 更激发了更多人对这项传统智力运动的热爱和尊敬 吕钦和王天一的这场对决 将会被载入中国象棋的历史之中 成为后人学习和研究的经典案例 他不仅仅是一场棋局的胜负 更是智慧与毅力的胜利 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胜利 将军 点锋对决 孟凡瑞VS王天一 凡天之争谁能笑傲江湖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这场备受瞩目的中国象棋对决 由象棋界两大年轻天才 孟凡瑞和王天一展开巅峰对决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两位新生代骑手之间的较量 更是一场繁星与天臣之间的碰撞 繁天之争 谁能笑傲江湖 让我们拭目以待 开局阶段 孟凡瑞选择了经典的平风阵 稳健而不是灵活 而王天一则采用了令人猝不及防的侧翼进攻 一时间阵风凌厉 局势风云突变 在第十步的时候 孟凡瑞下出依着意想不到的炸裂旗阵 引得现场观众一阵倒抽冷气 这一步巧妙的进攻 让对局更加紧张刺激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孟凡瑞深厚的起义 前面阶段 を hinten批净了 痕打 ko 电话 电话 控制 电话 电话 谊 將軍 將軍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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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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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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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激烈的对攻中 王天一以微弱优势 显胜孟凡瑞 赢得了这场备受瞩目的凡天之争 王天一成功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他的表现令人惊叹 这场比赛真是一场绝妙的象棋盛演 解说人员机动的解说员 解说员激动的评论的这场孟凡日与王天一的对局可谓是中国象棋的一场巅峰之战 两位年轻骑手的精湿起手的精湿 两位年轻骑手的精湿技艺和对局过程中的激烈较量 无疑为象棋爱好者奉下了一场不可错过的视觉盛演 最近溃马飞到吕青要约战王天一 他们下的棋局确实精彩 刺激有开头 本节视频就给大家分享一盘 他们之前下过的棋局 这排棋红发的是王天一 开局驾中炮 那黑发溃马飞到吕青上正马 红发正马 黑发冲三足 红发出直举 黑发直举 红发冲三兵 那黑发后手平风 红发上鳖马 黑发拱足致马 红发直击起横居 那黑发双向连环 红发平后 那黑发上马封居 红发上马排河 瞄着中族 黑发拱足渡河 红发拱兵吃足 那黑发禁居其河吃兵 下一步请的要吃红马 红发上马吃足 吃马 打一家 不适 那红发双向连环 退居吃炮 炮退一 下一步起呢 还有打马 上马随时登炮 红发退马 进行切支 如果黑发吃炮 红发会吃居 所以黑发不敢吃 实战呢 先出贴身居 红发把炮啊 逃离写地 那黑发 进居过河 到兵临线 下一步起一带吃兵 那么这中炮啊 就会受到威胁 那么刑期至此啊 也就到了这一排期的 第一个关键转转点和风水里 作为红发来说 此时啊 最精重的应该是进炮 打马 又打狙 假如黑发平狙吃中兵 那红发可以进狙吃吗 黑发这里啊 也有可能把狙吃掉 那红发平炮一打 再打狙 这里如果黑发吃炮 也是双方大体中式 红发不是即可 如果平狙吃兵呢 咱们发现红发这里啊 就可以选择 啊 这个进炮形成 Dest Pro 把马弃掉 假如黑发吃马 那么红发进狙去吃足 这样的话 红发和黑发 大子实力相当 都是狙刷破 中式的局面 那咱们看这个实战 当然实战 刑期至此啊 红发是直接进狙提前 给炮生根 那黑发直接把兵一吃 红发进炮 随时打马得子 那黑发这里呢 就双狙准备夺炮 那么刑期至此啊 虽然说红发已经处于下风 但是最精重的 还是应该呢 选择进狙吃马 或者说平炮去打马 啊 这个期的话 平炮打马也是可行 对于红发来说啊 比较有利 假如黑发吃炮 红发吃狙 黑发吃狙 然后红发可以上马登狙 黑发比如平狙吃马 上马登狙 你这里成炮打一枪 他可以选择落下 平狙顶马 那红发可以选择退马登炮 对其走下去呢 红发也是完全可债的局面 那咱们看实战 当然实战 在刑期至此啊 红发并没有选择平炮打马 而是进炮打下 黑发把炮一吃 然后红发找回狮子 看起来好像呢 是红发多吃了黑发一个象 但是打黑发拱足的时候啊 红发发现杀弹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期红发不敢拱兵吃足啊 否则平炮一打 对其呢明显 红发呢是处于下风 你要退炮去保马 那么他进炮一打 你平局一吃 他这里呢 可以多吃一炮 所以说这个期呢 不能拱兵吃 只战红发 进炮足临线 黑发拱足吃兵 这小足渡河顶大局啊 红发的马 已然上不去啊 只战上马 准备吃足 黑发平足躲黑 红发捕市之后呢 黑发退局 随时捉炮 那红发平局吃足保炮 黑发平炮一打 红发这炮呢 是必丢的 那无内之下打个市 黑发把炮一吃 红发平局吃下 黑发退炮 就被炮正中落 这里呢 也是给红发设了一个陷阱 假如红发不察觉 把下一吃 那黑发平炮一打局 比如红发平局 双局挫赏 那黑发巧先入局啊 成底炮一将 只好落下 那么在禁局 坎士一将 只好出算 然后可以退炮防守 那么已防守之后 红发没有上去 比如这里呢 选择退局 去防守 那么他这个棋呢 就可以平局叫杀 这些是守不住的 那如果 这里选择退局腰队 咱们发现 他可以禁局歇一将 你这里一起架之后呢 最本是一看 那下一步棋啊 平局一扣也是绝杀 你如果说选择上下 他禁局砍下 这棋啊 是防不胜防 所以说这个棋呢 他是不能选择 进局直接吃下的 那么时代红发 禁局把炮跟住 防止黑发平炮打局 那就在此时啊 黑发呢 平局先保炮 对红发隐形贴制 红发选择上马 黑发呢 就炮正中路 那下一步棋一出局啊 是铁蒙栓绝杀 红发赶紧退局 准备防守 那黑发 禁局 紧盯红马 红发上马之后 那黑发 平局叫杀 红发只好选择 平局解杀 黑发飞向大局 刑期至此啊 红发 王天一一看大势已去 直接投资证输了 为啥呢 因为这个棋啊 鞠必丢 啊 比如说 这个棋呢 红发自己把鞠躲开 咱们发现 黑发落下之后呢 还是叫杀 但是红发不能退鞠 去解杀 那如果再次垫鞠 那么这个棋啊 他自己选择重破 继续打鞠 那这鞠还是不能躲 如果此时再躲鞠的话 那么他这个棋呢 直接停摔绝杀 啊 所以说这个棋呢 局势不能躲 啊 这样走下去呢 红发必输 投资这么说啊 也是必然的选择 那么这一趴棋啊 就是这样 最终呢 是困马飞到绿青获胜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啊 继续给大家分享 王天一和绿青特大的 精彩对局 再见 本节视频啊 给大家分享一趴 气质大师曹雅磊 和王天一的 跌峰对决 这一趴棋啊 精彩绝龙 尤其是入局手法 让人大K也借 匪夷所思 红发曹雅磊 开局架中炮 那王天一上正马 红发正马 黑发出局 红发出局 那黑发冲七族 红发过河区 黑发冲三族 红发平破 瞄准黑发的三路线 黑发上马 形成后手平风马 那红发直接起横区 上马排河 红发拱起中兵 打算从中路突破 黑发上马吃饼 这里如果 进破达马红发 平局吃双 掀起后取之后啊 可以说红发 稳吃些爽 出子速度比较快 能够找回狮子 这些黑发 比全排压制 红发比较好下 那么当时 黑发上马 先吃兵 瞄着中兵 红发送兵渡河 那黑发 直接把炮吃掉 红发下掉 黑发拱足吃兵 红发平居 黑发平尸脚炮 这里如果打掉 红发退居一吃啊 还是红发占用 啊 因为红发 大字呢 啊 全部已经出动 你这里送足渡河啊 他就禁居吃 这个足呢 是保不住 那如果这里 啊 选择上下 那咱们发现 红发就拱兵 你送足之后呢 他就选择平居 啊 这个气呢 还是红发 比较好下一些 那么当时 黑发平尸脚炮 那红发跳轨脚马 黑发双下连环 那红发禁居雄河 平炮对居 平居压马 退炮准备打居 红发呢 形成双马连环 平炮打居 平居炸类 黑发捕士 红发跟着捕士 黑发上马排河 那么下一步起啊 极有可能拱足渡河 啊 比如红发随便冲个兵 龙到黑发走起啊 那么他就送足渡河 因为登着居 红发平居 黑发退马打居 红发平居躲黑 黑发拱足吃兵 这样一类啊 可以说黑发呢 是带绝对优势啊 那咱们看这个实战 自然实战刑期至此 红发直接平居跟炮 黑发形成单子炮 红发拱兵腰队 黑发充足渡河 那么走到这里啊 也就到了这一排期的 第一个关键转折点 作为红发的一说 正招应该是用马吃 黑发进炮打 红发形成大王局 这期呢 红发完全可战 那么当时红发退居吃足 这是黑发 这个利用的第一步起 让黑发退马登居 红发进居吃马 黑发继续进马 因为后边呢有足撑腰 红发不敢吃马 实战继续上马 那黑发进居其合 打算吃马 红发平居站内饱马 黑发出贴身居 那么接下来啊 红发走出本排期的 第二步软招 选择了平憋炮 这也是导致 红发出其的关键艺术期 那赛后吹姐发现 红发正招呢 应该是退居吃足啊 假如黑发进破打马 那咱们发现 他可以退马登居 比如这里呢 近居躲开 那么他这里啊 就有可能平居去吃足 那下一步现在吃马 你退马 那么他就可以选择 平破打居 你炮正中路 那咱们发现 他可以平居别马腿 这期呢 红发还是完全可债的 那么当时啊 红发并没有退居吃中足 而是直接平憋炮 那么黑发上马之后啊 紧盯红炮 红发炮躲开之后 黑发送足渡河 那么下一步 这里呢 有马撑腰啊 所以说呢 红发不该吃足 那么实在红发上马要登居 那如果这里红发退居去吃马 那咱们发现 他退马之后呢 登居登马 这期呢 是红发明显吃亏 黑发债绝对优势 那么当时啊 走到这里呢 红发上马登居 黑发居退一 红发上马 黑发进破打马 红发下掉之后 黑发进破兵临线 那么家里啊 可以炮正中路 那红发平居把足一吃 那接下来 黑发平破打别兵 红发平居打算吃双 黑发直接成底破 那么走到这里 红发退马 准备回房 黑发上马登居 刑期至此啊 红发曹炎里 投资认输了 喂上来 因为这个气啊 吃着破还登着居 假如红发退居吃马 黑发直接弃居 这里呢 居钱破户啊 也只能用这要吃 这样的黑发马后破啊 就会形成绝赏 那如果红发吃掉 黑发的炮 黑发这里 卧槽马 一下啊 直接形成绝赏 啊 所以说这个气呢 是防不胜防 没法下 投资认输啊 也是必然的选择 当然有些企与说 这里平破呢 平破它直接 把马吃啊 把鞠吃掉 那么家里啊 还是黑发胜定 所以说这个气啊 作为黑发 那么也是必胜的一个期许 红发投资中说啊 是必然的选择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啊 更加精彩 再见 角川特大 给王天一设下了 弃马陷阱飞刀 让王天一啊 防不胜防 对爬起啊 笑道精彩 值得一看 红发角川特大 开局架中炮 王天一上马 红发上马 说发都出直军 黑发后手 驱头平分马 红发这里呢 一般啊 都走兵器竞艺 当然还有实战中的 兵三竞艺 黑发冲三足 红发哨编马 黑发拱足质马 红发平破打算撂局 那黑发上马封局 红发启横局 黑发刷下连环 补桥中路 红发则平局战略 交流呢 可以进居到足灵县 那黑发巧先 战斗的兵将对中置地 不给红发可乘之计 红发上马排河 黑发上马吃兵 那么交流呀 就有吃破的情 那红发先进居过河 以压缩黑发空间 黑发把破一尺 这等于呢是红发掀气后去 气破啊 也是一个小陷阱 然后上马吃居 又吃马 黑发只能掀逃居 红发把马吃掉 那么这条意义啊 通过子类的交换之后 黑发呢 在布局方面啊 是完全可待 甚至呢 还有反现的趋势 那么接下来 黑发补个市 那红发就上了 这里假如黑发平居签制 那红发就会拱兵 下一步期呢 再拱兵 那黑发只能说 先送足渡河 那交流红发 可以继续静嘛 你这里平居签制呢 是很难签制的 比如这里平居签制 静后达马 那红发消灭过河族之后 有登居的邪属 黑发明显盖不过 那走到这里 黑发这个族怎么解决 你如果说平足 那红发上马 还有登居 你这个居比如说再平过来 那咱们发现啊 他这个马逃K了 帮你下沃槽了 这些呢 是红发戴优的 所以说啊 这里黑发不能平居签制 实战先拱中族 红发呢 就冲七兵 那黑发如果送足渡河 那红发有登居的邪属 那么实战啊 黑发先平炮打居 红发平居躲开 之后呢 黑发平炮对居 这里呢 只能悄行对调 黑发把居一持 之后呢 红发拱起中兵 黑发送足渡河 然后红发禁居 卡下路 那么他通过弃兵 将领呢 可以上马奔丑 黑发平居 下一步骑要吃马 红发上马 那么下一步骑呢 随时啊 还有登炮的起 黑发退炮打居 红发炮正中路 打下一将 黑发上市之后 红发把炮逃开 那黑发吃马 红发吃炮 黑发的拱足渡河 那这里如果说把马逃开的话 红发拱兵渡河 这起红发的优势更大 因为他的炮 将领就会升更 而且这个炮啊 是一个空头炮 对黑发的正射力呢 非常大 那么时代黑发充足渡河 让红发骑兵渡河 那红发平居压马 黑发吃炮 红发躲炮 退居再捉 红发再逃 黑发再捉 红发再逃 这里呢 捉了几数之后啊 不能常捉 所以呢 拱足七马 红发把马逃黑 黑发再捉破 红发再躲 黑发再捉 红发再逃 黑发再捉 红发继续逃 那因为不能常捉 所以呢 先进破 打个兵 但是黑发的马逃不开 那红发 把马一吃 黑发平居桌炮 红发平炮 打掉鳖足 之后黑发 形成空头炮 那红发 这个上马之后 随时呢 又吃足的气 黑发平足 红发这个马上不去 你如果说上马 那么他平居一桌 那这个马只能再退回 那么将来他再平足一拱 那这个马只能再退 在黑发一拱 对其呢 总之啊 上马 因为呢是上不去 那么时代啊 红发只能呢 再把马退回 那么接下来 黑发平足 红发吃下一将 黑发起降 退居又一将 黑发退下 然后平居吃足 那么行期之则啊 可以说 红发 带进了少风 大带优势 黑发平居捉炮 红发躲炮 平居再捉 红发再逃 黑发再捉 红发再逃 黑发再捉 红发继续逃 因为不能查桌啊 所以黑发走到这里呢 选择了平足 因为这个足呢 是必死无疑 那红发把足一吃 还吃着炮 黑发把炮躲开 这里红发选择了退炮 那这个期呢 也是防止黑发 拘炮连将 那么接下来 黑发禁居 准备吃炮 那红发平居宝炮 等于呢 是弃马攻杀 但是这个期呢 他不敢吃马 否则禁居啊 成压中是绝杀 那黑发要想吃马的话 必须还得解杀 实战出将 那红发上马登双 黑发拱足 那行期至此啊 红发呢 实战绝对优势 最精准的 应该是禁居点一下 让黑发起架之后啊 平居串位居 假如黑发改吃炮 那红发上马之后 这个期呢 可以速胜 黑发如果平足将 那咱们发现 红发上马反一脚 这里只能说 变炮 红发把炮一吃 这期红发 可以说呢 是带绝对优势 可以速胜 这里黑发如果说 选择这个退降 或者说呢 充足渡和 咱们发现 他一禁居 锁定胜局 那如果说 这里选择退降 咱们发现 红发上马一将 黑发还得起降 家里红发 在上马一将 黑发只能退降 平居又一将 只能进降 平居继续降 这里只能说 些补个事实上的 那么他家里呢 把嘴一吃 咱们发现 这个期呢 中式都保不住 这期啊 确实难以防守 那咱们看这个时代 当然时代刑期至此啊 红发并没有直接禁居点将 而是进了一步破 这是 特别明显的一步软招 黑发退居防守 红发平居吃足 黑发平居一将 红发补士 黑发抽居 红发跌居 黑发禁居 那红发 平破一将 黑发禁居之后 红发禁居足灵 黑发把马一吃 这里红发刷下连环 补桥中路 将来呢 可以吃掉黑发的七路足 那黑发平居过雷 红发携把足灵吃 黑发呢 就禁破 这个期呢 主要是雷击杀 那红发携禁居一将 黑发起降 然后红发拱兵渡河 黑发平降 红发退居 将来呢 还有平居将究的起 黑发歇补士 那红发携平居一将 黑发补士之后 红发退居切至 黑发拱足 红发冲兵 现在就开始随着速度快点 那么接下来呢 黑发选择落势 那红发平居 黑发呢 也选择平居 这里呢 就有吃兵的起 那红发先选择出将 等于呢 是弃兵 但是你吃兵 他就吃炮 所以黑发呢 先欺负一下红居 红发平居躲开 黑发退降 红发禁居一将 黑发起降 然后红发 净炮一下 黑发上势 那么刑期至此 红发最精准的 应该是平居 现在把炮给耕住 这里如果黑发吃兵的话 那么他就吃炮 那假如黑发继续拱足 那咱们发现 红发这里啊 可以选择上下 阻断红发的居 这里如果说再加冲 他退炮打掉了 没有加冲的机会 那假如说黑发这里呢 再选择平炮腰队呢 咱们发现 他可以平兵 先阻断 家里呢可以说是红发带绝的优势 你禁居点一将 他就起轿 没有后续守法 你如果说去吃个像 咱们发现 他家里呢退去吃双 对其红发优势更大 那么当时啊 红发并没有走串位居 而是平兵 黑发平居一将 红发禁将 平居叫杀 出将 继续将 禁将解杀 继续叫杀 出将 平居继续将 禁将 这里呢 将了几中之后啊 黑发平降 御将 清真 黑发呢 就退居一将 黑发一退降 进去继续将 起降 然后呢 选择了禁破 那黑发平居继续叫杀 出将解杀 平居将 净将 叫杀 那红发也只能出将解杀 黑发呢 继续将 进将 继续叫杀 出将 然后呢 黑发选择平破牵制 不想让红发拱兵凯士 那红发这里呢 选择了退居前置 之后黑发退降 那红发退破 黑发起降 红发拱兵凯士 给后生根 那接下来 黑发禁居一将 红发起涮 黑发退居一将 退涮 禁居继续将起涮 然后呢 把炮吃掉一将 那么这一段气啊 可以说是导致黑发 速背的关键一首期 那这里作为 黑发离说 如果说平足 那红发就把炮一吃 这个气呢 也是一个 红发胜定的局面 那如果说不平足 也没有其他 子力可以动 这气呢 也不好下 那么当时 黑发退炮打掉 红发没有拱兵吃炮 这个气如果说拱兵吃炮 那黑发 这个气呢 直接躲掉 这个气呢 黑发还可以防守 但是实在红发 直接呢 平兵一脚 这是取胜的关键 一首期 因为黑发呢 不能坐啊 否则平局绝赏 那么实在 黑发只好躲掉 红发平局 打算砍势绝赏 那黑发 选择进炮防守 那红发 平兵一将 黑发进将 平局又一将 黑发出将 然后平兵 打算吃炮 黑发 黑发炮 黑发 一进局 刑期至此 黑发一开啊 大势已去 直接投资中枢了 因为这个炮呢 是保不住的 如果黑发 想保炮 那红发 就平局脚杀 那黑发这个气呢 是保不住 你如果说 退降呢 红发就拱兵 步步催赏 下一笔 钱呢 是绝赏 这钱呢 是防不胜防 投资中枢啊 也是必然的选择 那么这一派 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啊 会更加精彩 再见 王天一 奇谈新兴的惊世之战 击败郑维童 皆是未来的希望 在变幻莫测的奇界 有些对局 不仅仅决定了胜负 他们更是 时代变迁的标志 这样的一场对决 就发生在 王天一和郑维童之间 这不仅是一场 棋局的较量 更是一次 世代交替的象征 赛前 王天一和郑维童 都在积极备战 王天一作为新兴力量 他充满了激情 和创新的欲望 渴望通过这场比赛 证明自己 而郑维童 则是经验丰富的速将 他的心态更加稳重 甚至一场比赛的重要性 王天一在准备过程中 他不断研究 对手的比赛录像 试图找到郑维童的破绽 他知道 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和突破 才能在对战中占据优势 而郑维童 则是在默默地 积累自己的内力 准备以稳固的技术 和丰富的经验 来应对年轻对手的挑战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开局阶段 郑维童展现出他的经验和沉稳 每一步棋都透露出 他深思熟虑的策略 相比之下 王天一则显示出了 他的大胆和创新 他的每一步棋 似乎都在挑战 传统的棋艺界限 在这场风格迥异的对决中 两位棋手的心理状态 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郑维童在对局中 逐渐感受到了 王天一不同寻常的战术 这让他开始思考对策 他的内心开始出现了 轻微的波动 与此同时 王天一则在不断的攻势中 获得了更多的信心 他的内心充满了挑战的火焰 进入中盘 王天一开始展现出 更加激进的策略 他的每一步棋 都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 郑维童感受到了压力 他开始更加谨慎的应对 试图利用自己的经验 来化解年轻对手的冲击 就在这时 王天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选择了一种极具风险的布局 试图打破僵局 这一举动让郑维童感到意外 他的内心开始出现了犹豫 这是他在比赛中极为罕见的情绪 随着比赛进入决胜阶段 王天一的大胆布局 开始显现成效 他的每一步棋 似乎都在引导着比赛 走向一个新的高潮 郑维童虽然经验丰富 但面对如此激进的战术 他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个关键时刻 王天一展现出了他的真正实力 他的每一步棋 都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 和对棋艺的深刻理解 他不再是那个 只会冒险的年轻棋手 而是变成了一个 能够在关键时刻 把握机会的高手 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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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将军 郑维彤的内心波动开始加剧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输掉这场比赛 这种感觉对于一位经验丰富的棋手来说是非常罕见的 他试图保持冷静 但王天一的每一步棋似乎都在挑战他的极限 随着比赛接近尾声 王天一的优势变得越来越明显 他的每一步棋都透露出自信和对胜利的渴望 而郑维彤则开始感受到压力的巨大 他的棋风开始变得保守 试图寻找一线生机 最终在一次精妙绝伦的进攻中 王天一成功击破了郑维彤的防守 赢得了这场历史性的胜利 他不仅仅是赢得了一场比赛 更是在心理和技术上都战胜了自己的对手 比赛结束后 郑维彤对王天一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他意识到自己不仅输给了一个对手 更输给了一个时代 王天一的胜利 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 更是新一代棋手的胜利 我 Goes to and dear Canadian 见不很熟香港 明天一声 我按后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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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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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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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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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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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对于王天一来说 这场胜利不仅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更是他成长为顶尖棋手的一个关键时刻 他通过这场比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向世界展示了他对奇异的热爱和对胜利的追求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王天一一个人的胜利 他象征着新生代骑手的崛起 预示着中国奇弹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王天一用他的才华和勇气向世界证明 新一代骑手已经准备好挑战就有的王者 创造新的历史 在国际道UR 但是 你如果没变术 再一次 怪兽写 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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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